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今天是反台南鐵路東移一次就會 第四次來參加我們歡迎的預備品開題 從去年開始這個案已經開三次的預備品了 但是每一次鐵公局跟環保署都一直沒有把資料搞清楚 甚至在開庭的時候開庭的當天的早上才把資料送進去 這就是明顯的要拖延我們的訴訟進度 首先我們一百年一年八月開始 我們想到這個掛火之後 我們就投訴無門了 所以我們才會說 尋求華麗的途徑 來掛下這個法院 請華麗幫忙組織正義 倖說我已經知道 我們台灣的政府既然有這麼方針 要掛完 既然說連華麗都敢鼓勵 既然我們要求他 拿一些資料 他都沒辦法提供出來 這樣華麗都敢玩 如果我們在弄得一個官員的話 喜歡巴士 他也是應該的 我是希望說 應該是說 你這個政府 你怎麼做的 你這個政府應該是好好的 來聽聲音這些巴士 不是都在提供這些巴士 因為 最近九十六年 多少年 都會是民主的事實 當然是九十六年 說明會的事實 他就說 鐵路應該是 東議應該要重新提供 包括 一天才會 二十六年 九十五年 三鐵公司 他也不覺得 我們鐵路 是玩東西 都不用 一點點而已 我想說 你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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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 他說 不是說 我認為是說 資者 我應該不要 一直在賣環子 在中線角色 應該是 他的角色應該是在照顧我們 應該是要照顧其他 我們這個 無靈的政府 無良心的政府 跟現在 他發誇要求 他要提供的資料 跟警員 都沒有要提供 這是一個 很惡心的政府 不是跟我們 我們警方政府 高通報 也承認到 我們台南市政府 他們警察 沒有尊重發課 的一個要求 所以說 他們是很藐視 法庭 這個第一點 跟大家報告 第二點 跟大家報告 這個政府 警察 沒有跟人 做人來看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 這個 環庭 他要通過 到最後 有一個 路線的 一個變形 他要承認到 我們四百幾個 我們的土 我們的土地 要給錢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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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應該是 根據 我們環境影響停估法 大家報告 他施行細則 第三十八條 第一項 第四條 基本發條 的規定 他應該是要重辦環評 這是很重要的一段 因為法律 很清楚 是要去想 但是 我們的交通報 我們的台南市政府 根本沒有重做環評 經過法律的規定 他只能用 簡單 用一個環境差異分析報告 要把所謂的 法律廟廟通過 他 立交來講 他根本沒有給我們 做人看 好了 從過程裡面 老闆進去要求資料 他們不給 但是去面對法官的時候 或面對群眾的時候 他們就一再的編造新的資料出來 那最近要選舉 賴清德事實上 他最近事情就是要政治解決的 他之前才說 這次選舉的結果 就是決定台南鐵路地下化的是非 他不是用真正的是非標準來看待 他是用政治的解決 除此之外呢 他也對進行抗爭的老百姓呢 吸引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怎麼樣的壓力呢 他透過 我們一些幹部的老闆們 在他們工作職位上面 要求我們的幹部 不應該繼續去從事這件事情 進行真正的抗爭 不然的話 可能就是工作會不保 那我希望賴清德把這個樣子的壓力 不要把這樣的壓力 隨便施壓在這些抗爭者的身上 應該正式的來回應老百姓的 這個是非的訴求 不要用政治的解決 用政治的解決 這不是一個正人君子的做法 這是一個政客的做法 這是一個小人的做法 這是一個說謊家的做法 他這樣的作為 其實跟鼎心 利用他的光環 利用他的形象 來欺壓老百姓 來毒害老百姓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現在的這樣的一個鐵路 東移的這樣的一個方案 他確實 如果依台南市政府 他們自己內部的一個 評估的一個資料 確實 會造成309棟的這樣的一個房屋建物 被拆遷 然後 種種的拆遷的面積高達四萬九千多的平方公尺 事實上 在我背後的這些居民 他們全部都是被拆遷戶 也就是說 擺在我們眼前一個事實 就是說 方案變更之後 無論就拆遷的戶數 或者是他必須要徵收了一個 土地範圍的一個面積 確實對於當地有一個 造成一個更為嚴重的這樣一個影響 而在我們的一個正常的一個 法定的一個程序的當中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就這些事情 去做一個整命上的評估 可是剛剛在開庭的時候 我們卻覺得非常的壓抑 環保署那邊的代表 竟然跟我們說 這一些的社會經濟影響評估 他只是一個立法上的一個善意 而且 我也可以根據一個強度的不同 認為這一件這樣的一個 拆遷的一個面積還不夠大 所以他的一個強度也不夠強 所以 不需要去做一個太過度的這樣的一個評估 事實上我們對於這樣的一個回應 我們是覺得非常的匪夷所思 因為從頭到尾居民他們所在抗爭的 他們所在爭取的就是說 既然你的影響這麼大 我們的家園也全部都被你拆了 那麼我們 你在審核過這個開發案之前 應該要把我們納進一個 法定的一個公民參與的機制的當中 讓我們的意見 可以有法律上的效力 可以有一個充分表達的一個機會 並且納入替代方案 評估方案的一個當中 這也是我們今天進行這樣的一個訴訟的一個目的 而這樣一個公民參與的一個功能 事實上 他完全是沒有辦法 被後來即便台南市政府辦了再多的一個座談會 或者是技術論壇所取代的 因為從其量那些會議基本上只是 後面台南市政府 只是一個沒有法律上的效率 讓居民來講講話而已 這次來講的是 因為應該是這個環評應該是 應該是重新環評啦 不應該是用環境差異區解決啦 因為整個它整個路線已經大東里了嘛 整個路線跟原本的設計 跟85的設計完全不一樣嘛 所以說我們是認為是說 它應該是說環境重新評估 不是說差異區評估啦 那剛剛我是認為是說 那個環保署分鐵工具那邊 果生他們的意義對 我是認為說他只是在呼籠 在呼籠法院的呼籠長官 法官而已啦 沒有針對事情去做解釋啦 沒有真正把這些 有拆遷到的居民 人類的東西拿入考量 我是應該是說 像我們詹勳貴講的是說 應該環境評估 是要把整個人的東西 也拿入考量嘛 不管是環境 環境土地 都是要拿入考量 尤其我們的法應該是說 以人制定法令 不是以人制定法令 應該是法令來制定人 他們要制定法令 所以說因為我認為是說 應該是要去考量 人的生活環境 要去做整體的規劃 去評估這個 不是用差異去做